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以色列和非洲方向 非洲方向,马里方向,苏丹方向最新消息 以色列今天空袭了叙利亚北部地区 那么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位队著名的指挥官赛德里萨穆萨维 就这个人 从这个画面中也可以看,他和之前被击毙的苏莱曼尼关系非常特殊 这是以色列方面使用战绩击毙穆萨维的现场的视频 我把这个视频的截图给大家播放一下 这是穆萨维 穆萨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位队的著名指挥官 今天在大马士革叫萨伊达泽纳布地区遭轰炸身亡 穆萨维参与资助协调和组织向伊朗、叙利亚、黎巴嫩沿线的实验派代理人团体 珍珍珠党武装分子出售武器 穆萨维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参与叙利亚黎巴嫩的事务 他是卡西姆·苏勒曼尼的最亲密的战友 伊朗总统和伊朗的革命威队威胁对以色列做出严厉的回应 准备要进行报复 今天在黎巴嫩以及在叙利亚、黎巴嫩镇助党 高喊口号要报复以色列 以色列媒体已经宣布取得重大成功 这是卡西姆·苏勒曼尼被暗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暗杀行动 穆萨维实际上是苏勒曼尼死了以后 伊朗伊斯兰革命威队在什叶派区域最大的代理人 他昨天被以军成功的击毙 以色列方面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了加沙前线 那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士兵继续前进 加沙地带的铁剑行动 所有目标都将实践且无法阻止 以军现在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加沙地带北部 以色列的步兵和装甲车支援下 正在从先前占领地区向加沙中心地区发动攻击 在加沙的中部地区 那空军呢 现在对密集的建筑物多次袭击 导致大量的人口 那被以军摧毁 在飞地中部 印度尼西亚医院附近 以及在马加冀 针对难民聚集地的空袭 已经造成了七神死亡 现在媒体的报道 说南部地区的基站呢 仍在继续 汉尔尼斯东部地区 已被以军完全摧毁 变成一片废墟 以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下 就是汉尔尼斯的东部 现在已经完全被以军控制 那从对马鞍地区的强大炮击来看呢 以色列国防军正计划 未来几天向这个方向发动新的攻势 在玉丹河西岸 以色列安全部的继续袭击和逮捕 哈马斯有关的巴勒斯坦人 双方还发生了枪战 从海岸到格兰高地 北部边界 珍珠党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呢 不断发生交火 伊巴嫩和以色列边境地区呢 逐渐被炮火摧毁 变成一片废墟 但双方的没有停止行动 那以军呢 再次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目标是大马士格的萨伊达 扎伊纳部地区 三枚导弹击中了目标 并击毙了里萨穆萨维 亲伊朗部队呢 再次使用无人机 袭击了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基地 在伊朗与伊斯兰革命队一名高级的官 大马士格死亡的消息传出以来呢 袭击未来可能会增加 这是现在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230架货机30艘军舰运送了美国的武器 抵达了以色列 根据新消息报 以色列媒体说法 战争使以色列损失了是650亿 谢可尔约合180亿美元 那哈马斯的发言人 李时克表示 哈马斯没有有关埃及和解的相关信息 且如果不完全停止侵略 以色列不完全停止侵略 就不会与伊斯兰革命方面进行任何谈判 巴尔斯坦人呢 希望结束战争 他们呢不希望暂时休战或短暂的平静 也就是他们希望呢 得到一个完整的完全的解决方案 以色列方面呢 实际上在利用巴尔斯坦人之间的报复行动 在不断的利用巴尔斯坦人的报复 然后呢将巴尔斯坦的领土逐渐的吞食 所以现在哈马斯方面呢 希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一劳永逸的解决 解决现在的以色列对巴尔斯坦这个领土侵占的问题 那么现在看呢 以色列方面呢 会利用巴尔斯坦人这种报复行动 不断的吞并巴尔斯坦领土 而美国背后呢是支持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呢 也门这个方向 未来会成为美国以色列 还有阿拉伯国家博裕的一个焦点 那美国现在呢已经派出军舰 包括英国巴林 加拿大 法国意大利 荷兰 挪威 塞舍尔 西班牙 来护航在雅丁湾和红海方向的一个军事行动 那么现在来看呢 美国方面呢 首先要保护啊 世界石油供应10% 这个重要通道 红海 特别是欧洲国家 所以欧洲国家非常重视红海方向的安全 可以通过 野门护塞武装 来向欧洲实压 所以欧洲 对红海方向的护航 欧洲方面拒绝受美国指挥 那红海控制着全球54%的集装箱预输量 5加领先的物流公司 都已经从红海方向 撤离 也就是不允许自己的船舶通过红海 包括法国的达菲 CMA 还有地中海MSC 丹麦的马士基 还有这个赫博罗特 加上美国的化肥运输公司 马赛克 还有石油巨头英国的BP 都不准备从红海方向通过 那现在胡塞武装呢 现在不断的在这个方向展示自己的实力 而巴斯坦的领土呢 正在被以色列侵蚀 特别是加沙地带 所以整个穆斯林世界 对以色列的这种反感 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那么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方向 美国呢就必须派出军舰 来维护红海方向的这个通行的安全 阿拉伯世界的仇恨正在增加 整个世界对以色列的现在正面看法正在消失 过去以色列呢是一个积极的 正面形象 那么现在就算支持以色列的很多的国家呢 也开始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也是美国现在要利用也门问题 特别利用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红海 封锁雅丁曼 来转移以色列矛盾 转移给什叶派 转移给伊朗 美国希望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计划 世界对伊朗这种邪恶的看法 而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和哈马斯战争 那变成以色列是正义的战争 这是美国的想法 那未来呢 也门胡塞武装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利用的工具 也门胡塞武装呢 实际上呢 在雅丁班和红海的军事行动 背后会获得伊朗的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就是中东现在非常特殊的 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情况 伊朗方面呢 现在也公布了他们在红海阿拉伯海方向 那部署的新的防空导弹 海岸导弹系统是阿布马赫迪反进巡洋导弹 射程是1000公里 这个巡洋导弹是根据俄罗斯的核55 就是对于基辅进行大规模轰炸 那个核55改装 就这种导弹核55 它呢实际上呢 能够有效的摧毁 在阿曼湾 波斯湾附近的这些军舰 反舰导弹 那除此之外呢 在马里方向啊 也有一个新的消息 马里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呢 出现恶化 那马里武装部队在北部边境地区的行动 马里和阿尔及利亚政府之间 外交冲突不断 周三呢 马里外交部召见了阿尔及利亚大使 努尔丁阿亚迪 抗议呢 该国不友好的行为和干涉马里内政 马里当局指责阿尔及利亚 与阿亚图雷武装分子举行会议 无视他们在南部的恐怖活动 阿尔及利亚的外交部的随后 召见了马里大使 哈马内 阿玛杜 梅加 承警起立场 并回顾了阿尔及利亚与该地区 和马里建立和平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对此呢 马里当局召回了驻巴马科大使进行磋商 摩洛哥政府当时决定 趁势态恶化 邀请布吉纳法索 马里 尼尔和乍德代表 参加指代扩大萨赫勒国家 进入大祥通道的部长级会议 取得成果以后 萨赫勒联盟表示支持 该倡议并同意参与其实施 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 是由马里政府试图阻止 阿扎瓦德协调运动武装分子 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沙漠不断的活动 然而呢 图阿雷格人的这个威胁 同样对阿尔及利亚产生破坏 特别是在边境地区 因为这个阿尔及利亚要防止激进的 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 那现在呢 伊斯兰恐怖分子和阿扎瓦德武装分子 有一个共同敌人 即马里武装部队 那他们都经常强调 他们不是意识形态盟友 并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不同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 摩勒哥积极地纳入萨赫勒协议 这个是非常有趣 摩勒哥和阿尔及利亚是死敌 所以摩勒哥正好借机 阿尔及利亚和马里这个冲突 借机支持马里政府 就形成了对阿尔及利亚一个包围 摩勒哥在这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和摩勒哥都在争夺 进入大西洋这个通道 就是西萨拉 还有马里塔尼亚 那么如果呢 阿尔及利亚和马里之间 因为北部这个边境的冲突 阿尔及利亚支持这些极端的穆斯林 还有阿扎瓦德 那么摩勒哥可能会支持马里政府 摩勒哥也可能会利用最近 在非洲活跃的美国来支持自己 在西萨拉方向扩大影响力 所以美国也会和摩勒哥和阿尔及利亚 也会进行地缘政治博弈 这个就非常有趣 也会是在非洲方向 美国你看他也进来了 尼尔呢 这个法国的驻军已经完全撤出了 撤出尼尔 法国人走了以后呢 那么现在美国进入尼尔了 美国现在呢 也在非洲 特别北非方向 和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在马里北部地区已经参战 所以美国现在也要进入 和俄罗斯一起来争夺这个方向 所以现在呢 在整个摩勒哥和阿尔及利亚 马里这个区域 阿尔及利亚未来的南部边境 会是未来整个非洲 整个战争的一个核心区域 那马里稳定团部队呢 现在呢 重新夺回了盖阿罗克 马里政府呢 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 从阿尼非斯到泰萨利特的公路 所以马里呢 北部地区这条公路已经完全控制 那建立条从阿尼非斯到泰萨利特的走廊 不仅会削弱马里北部叛军的军事地位 还会使黄金毒品的范围更加困难 而黄金和毒品是武装分子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阿扎伯德分子呢 在盖洛克被击败的消息传出以后呢 实际上呢 他们就躲进了北部的这个阿尔及利亚境内 这个几个主要的军事基地 也是非洲 撒哈拉内部的几个秘密的军事基地 这些基地在非洲的沙漠地带 但是这个规模非常大 因为它是地下设施 是地下设施 所以现在阿扎伯德的恐怖分子 实际上都藏身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阿扎伯德呢 曾经占领过盖阿洛克 当时呢这个自己控制了马里北部地区 包括呢对挺巴图克 梅纳卡 基达尔 加奥 陶德尼 这一系列地区的城市的控制 到挺巴图克 甚至到马里北部地区 大片区都被阿扎伯德控制 现在呢 已经被赶到阿尔及利亚境内 图阿雷各人呢 现在分散在阿尔及利亚边境的沙漠中 但是阿尔及利亚呢 也表态要支持 所以下一步可能会继续给予援助 会进行这个反攻 那该国的边境地区呢 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呢 也在继续准备 马里武装部队呢 在加地如木 展开了消灭恐怖主义活动 打死了11名武装分子 并摧毁了大量装备 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 挺扎瓦 叫挺扎瓦亭地区 马里空军 还对叛军进行了多次空袭 那机器分子呢 随后袭击并占领了 迪南古鲁市一个军事基地 第二天呢 马里军队与瓦格纳官兵 军事委员一起 在马里武装部队的支持下 控制了该定义点 并打死了武装分子 剩余的武装分子 带着战利品撤往非洲的 这个沙漠深处 今天的恐怖分子已经宣布 他们占领了 穆迪亚式一个军事基地 军方也证实了这次袭击 并表示空军很快将对 基金分子的阵地进行空袭 那现在来看呢 基金的伊斯兰主义者呢 策略是 持续分散马里武装部队的注意力 并消耗马里武装部队 后勤补给物资 阻止他们在重新集结时 对图瓦雷格阵地发动新的攻势 然后和阿尔及利案的政府经谈判 获得支持以后呢 试图反攻 所以马里北部这个战事还会持续 再来看现在苏丹 苏丹这个战事 苏丹地区呢 主要的事件呢 是 捷吉拉省 快速反应部队呢 在控制瓦德 梅达尼行政中心以后呢 会继续取得成功 瓦德梅达尼呢 现在呢 由苏丹快速反应部队 向南部 叫森纳尔方向发动突袭 苏丹武装部队的第一步兵师 从那里撤退 目前呢 该地区正在发生大规模的巷战 此外呢 占领萨 叫哈萨西萨以后呢 叛军也清理了 清尼罗河两岸周围的定义点 目前快速反应部队呢 正在二八级 搜寻苏丹武装人员 此外呢 快速反应部队的突击队 也进入了古泰纳 这表明呢 卢旺达抵抗军 已经成功的从 捷备勒奥利亚出发 并扩大了白尼罗河沿岸的控制区 帕兰分子呢 现在沿着 捷齐拉省 进行 反击 那么政府的 现在政府军的 行动来看呢 是逐渐在恶化 梅达尼的损失 对士气的影响非常重大 正规部队呢 从多个定居点 现在正在逃离 使得快速反应部队 能够从多个方向迅速取得成功 而向 向森纳尔方向的这个进攻 切断了白尼罗河省苏丹武装部队 他进攻的这个相关的计划 随着时代的发展呢 政府军缺乏反应 苏丹武装部队呢 可能会遭到包围 大家看 这个图非常清晰啊 这个绿色的 最后的行动就会叫包围 将苏丹政府军完全包围在这个 南苏丹北部地区 那现在呢 苏丹的海军陆战队101师 现在正在调动 准备前往增援 所以苏丹的现在整个的战况 是在围绕着这个方向 清尼罗河 森纳尔 达玛金这一线 森纳尔这个方向呢 这个战斗 如果快速反对 完全形成包围的话 就切断的话 那这一片 这一片区域都会被快速反对控制 那么喀吐木 喀吐木方向 一直到南部 南苏丹边境地区 就会被快速反对完全控制 那么苏丹这个内战呢 也要进行一个新的重新的 力量的平衡 这是现在苏丹马里 两个方向 现在呢 也们 包括以色列 和伊朗 在中东地区这个争夺 现在来看 美国的目的呢 还是要联合着 逊尼派 和以色列 共同打这个失业派 所以这个美国的计划不变 所以呢 削弱伊朗 碎片化伊朗 这也是美国的目的 这是今年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 我呢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呢 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